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网站8月23日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8月23日傍晚正式宣布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日正式开始运营 第一班车将由早上7点由香港西九龙站发出 到达深圳北 票价为86元港币 约人民币75元 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后 将能到达内地44个站点 包括38个长途站点和6个短途站点 高铁香港段的开通 将香港纳入了全国高铁网络 可直达内地深圳 汕头 厦门 福州 南昌 杭州 长沙 武汉 郑州 石家庄 桂阳 桂林 昆明 上海 北京等城市 短途如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 到深圳福田只需14分钟 而最长途到北京 也只需8小时516分钟 图自央视新闻 在票价方面 最便宜是由香港到深圳福田 为68元人民币 约78元港币 最贵为香港到北京为1077元人民币 约1239元港币 每月月初将由上一个月的汇率来调整车票的港币票价 在香港西九龙站内也可以以地购买内地段高铁车票 手续费为时至30元港币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记者会上说 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日正式开始营运 这是香港的历史新时刻 不单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 更快 更方便的跨境交通模式来往内地 更接通全国25000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 加强香港与内的交通连接 促进香港与内地各大城市之间的经贸和人文交流 既可以巩固香港交通枢纽的地位 亦令香港充分受惠 于越港澳大湾区 建设带来的协同效应和机遇 随着越来越多香港人在内地工作 营商 就学 退休 高铁香港段开通后 可拓展长远发展机遇 促进旅游 商贸和专业服务等行业的持续发展 商贸和业服务等行业 商贸和业服务等行业 引领 佛业服务等行业 商贸和业服务等行业 小明镜失识 魅力 佛业服务等行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